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钻二胡世界 我们今天收到一把 曾宪永师父所制的老红木二胡 那这一把二胡 原本使用的老师 已经使用了 将近有 快20年了 那 木头本身是 很不错的老红木 那皮在 那个年代也相当好 那只是说 已经久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侧面的琴瑪已经下塌 那如果从 影片近距离去看 很明显的它是 中间的琴瑪处已经凹下去了 已经凹下去了 好 已经下沉 那手上的触感来说 就是这个皮它 按起来就是软软的 那声音现在拉也还行 就是 比较闷 那声音呆呆的 不好听 那也比较没有那么亮 那 有一些杂音 那换了配件 零件等等 也都没有办法消除 所以就决定 这把琴瑶换 换皮重制 那原则上 一样的 我们会用相同档次的皮 要让这把 真信勇师傅所做的 老红木二胡 再重新 恢复到一个很好 良好的状态 那等做好之后 再跟大家 分享 这一次 这把琴制作中 到底会 发生什么样的 呃 经验 或者是出现什么样的火花 也是在制作过程中 才会 一一的呈现 这是不可预料的 那这也就是在 呃 做 二胡中 过程中 呃 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现象 每一把琴都每一把琴的故事 啊 跟他所遭遇到的不同状况 好 那这我们 再慢慢的再跟大家分享 这一把要重新蒙皮 制作的真信勇老红木二胡 啊 经过 呃 好几天 十多天的精心制作跟处理 啊 终于完工了 那这一次在 处理的过程中 呃 有几个想法跟心得 跟大家分享 第一 这个 琴的尺寸 大概是在八点七公分 那也是跟 现在的九公分 略为小一点点 比较像以前 苏州琴的尺寸 所以在制作上 也是要去 考量到这个尺寸 内径的大小的问题 那第二就是说 呃 原本使用的老师 他希望 声音的状态 呃 能够 呃 结实 那在使用上 寿命可以长一点 就是能够痒 那长期的培养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制作上 都在 皮的处理 跟这个颈度 特别 下了功夫 去调整 好 这一次的颈度 大概是在 三分熟 左右 好 大概是三分熟 左右 那这样的颈度 呃 呃 在预计中 声音应该是会 呃 亮丽 但是会带有一点厚度 也就是说 它不会是非常的尖锐 干扁的那种 很 单薄的状态 会有一点厚度 有点厚度 那又兼具一些亮丽 那这样的琴 痒起来 呃 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但是又不会因为 太过于厚 或闷 到最后琴 会变得 沙沙哑哑的 闷闷的 不讨喜 好 所以我们这次在皮的颈度上 有特别的处理 那我们听听看皮的声音 好 这非常的结实 那我现在 在按压的时候也是 几乎是要非常的用力 非常的用力 才有办法 让这个皮有一点下沉 所以这个颈度方面是非常 非常好的 非常牢靠的 那我们用了一个厚的 厚的好垫片 厚的高档垫片 这是厚的 就比较耐磨 也使用上也比较久 那整把琴也给他 重新的 清洁 抛光 并且在 每一块琴板 都特别再把它加固 让它更牢靠 因为也使用了 十几块二十年的琴 基本上 焦的补强 都是必须要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把它 上悬 组装起来 来听听声音 好那今天再跟大家 分享一些 教学上的心得 或者是乐曲 我们今天来 分享一首 秋兰芬老师的 成名曲 叫做 睡心轮 那睡心轮 这首曲子 我印象深刻 就是在我小时候 常常听到这首歌曲 那那个时候 小时候会跟着父母 到一些戏院 因为父母有登台的需要 登台需要 那我就在后台 自己玩 那随着很多的艺人 然后他们会上台唱歌表演 那我就在后台 会听到这些歌曲 所以现在看到这些老歌曲 我会相当有感觉 这就是我在儿童时期 有大量的接触过这些歌曲 那首先呢 这个睡心轮 我们可以用二虎用G调来拉 Solution Solution 那Solution呢 它一开始的位置 或者是在第二把位的收 那我们可以用第一指 然后很轻松的进 好这个就很直接的 还可以带楼弦 那可以连弓 或者是 你可以分工到行 就是看你要的力度状态 那如果要温和一点 我们就连弓 好有一个高音 好有一个大跳的Domi 然后再收米索直接按 米索可以做一个换板 好我们再看一次 好然后下一句 可以直接内选一指 好 D到R 我们可以做连弓 那D可以踩进去就螺旋 好这个可以做一个换板 好 第一就是这样 第二句呢 内选三指 一样踩进去可以楼弦 可以做一个连弓 可以做一个连弓 好这一句 A 可以做三指换板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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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带花音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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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前两句 那第三句是一个内弦的 你可以这样子 这比较难 那如果你要干净一点 就是用外弦的me 可以带一个串把来的螺旋 我们再看一次 me 我们再上来 这一个句子蛮有味道的 第一句 刚刚的me可以加一个上滑音 这个可以螺旋的维持度长一点 最后一句 螺旋 也可以分弓 连过去 二直 一直me 二直拉 再看一次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是二把位直接 一直 那这个 这是这个曲子在演奏上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好 那再来就是说 呃 想要拉的好听 首先就是说 呃 运功的发音呢 尽可能干净 右手 右手 右手必须发音 空选 必须能够练干净 那这个跟拉琴运功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呃 可以多跟你的二胡老师多讨论你运功上 还可以进步的点 好 那再来就是左手的音准 那我们就尽可能知道说音要练准 再来就是说螺旋 好 这些曲子他所要的一些技巧 跟一些技术性的东西都要把它装进去 那这样在拉曲子的时候就会更有味道 好 然后 呃 就是大家就先练练看 这曲子先练练看 那一定会当中会遇到一些自己的问题 然后可以跟你的二胡老师多多讨论 或者是写信给我 呃 我们也可以一起研究 好 那这个是我对这个睡心软 睡心软这个曲子的一些 呃 练习上的一些心得分享 好 好 那这个琴就是真献永的老红木二胡呢 经过换皮 换皮处理之后 现在的音色非常的不错 非常亮丽 而且音量非常的淡 好 因子非常的集中 好 那我就完整的把这一首睡心练 所以国语的话叫睡心练 睡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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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语的话叫睡心软 把它演奏一次 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 这是把真献永老红木二胡换皮 制作出来的音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